大家好 我是小琪老師 歡迎收看假上學堂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關於人體器官頭部 今天我們要談到關於嘴巴這裡的器官囉 因為今天我們要談到牙齒 所以小琪老師特別商情邀請到 算是我們國內牙科的專家喔 歡迎我們牙科技牙髓科專家 在新竹國泰醫院任職的張天昊主任 歡迎張天昊主任 嗨 大家好 我是張天昊主任 小琪老師新發現 張醫生 我有問題 請問一下我要怎麼知道牛跟馬的年紀啊 你看我可以知道樹的話我是看年輪嘛 那烏龜的話我可以看到他龜殼上面的花紋啊 可是牛跟馬我要怎麼知道現在幾歲 牛跟馬的歲數要怎麼看呢 首先我們請牛跟馬的嘴巴張開 也許我們在他的嘴巴裡面就看他的牙齒的數目喔 在幼馬也就是年輕的馬 他一年會長一顆牙齒 所以嘴巴張開 叔叔看他有幾顆牙 就知道他是幾歲囉 喔 原來牛跟馬是看嘴巴裡面的牙齒知道歲數喔 喔 所以他們小馬的時候就是一年長一顆牙而已喔 那如果他嘴巴裡面是二十顆牙 那他現在幾歲呢 二十歲喔 哇嗚 真厲害 小朋友 你們答對了嗎 二十歲喔 我們去跟同學們說說看 牛跟馬到底是幾歲怎麼看呢 張醫生有告訴大家答案喔 牙的平日用法 牙的平日用法有六個喔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介紹 大家比較常用的幾個 首先我們請張醫生來幫我們做介紹 好 首先牙的平日用法 第一個就是我們最常說的牙齒 牙齒切碎食物 磨碎食物 我們說小朋友換牙 小朋友每天截牙刷牙 這就是牙齒的第一種平日用法 那麼第二種的平日用法 就是我們所謂的 象牙 或者是用象牙科的印章 就是第二種的平日用法 接下來小琦老師要跟大家介紹 第三種用法呢 是長得很像牙齒的東西 有人稱它為牙輪 而第四種用法呢 則是藉由買賣呢 取得佣金的人 在古時候叫做牙行 或是牙婆 可是呢我們現在叫做什麼 仲介跟經紀人 張天昊醫師牙水診療室時間 今天很難得邀請到我心目中的真牙醫 張天昊醫師 我要來好好問問我的真牙醫張醫師 歡迎張醫師 張醫師 張醫師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就是 你是牙水科醫生 是 牙水科醫生是什麼啊 牙水病科呢 就是處理牙齒裡面的感染的牙水 把它清潔掉 哇 清潔掉 它就會變成乾乾淨淨的牙齒了 這台萊卡的顯微鏡 它可以寫助醫生去把患者 他可能已經需要治療的地方 更好的去做一個完整清除 是我們肉眼 沒辦法處理到 看得見的部分 它只是一個補助協助的工具 所以就是放大 很早 協助跟協助的工具 讓我們醫師能夠 看到機會 是發現 發現原本我們 可能發現不到的問題 早期 早期也沒有這個器具 只是現在科技發展出來 它就是一個新的協助的工具 有新的工具 它是一種新的選擇 新的選擇 那有沒有需要使用 一部分是 古今醫師的判斷的建議 然後 並有的自我 自己的評估 衡量之後再繼續做這個選擇 會比較好 到了小清老師說成語故事的時間囉 今天我們要介紹 明謀好齒這個成語喔 明謀好齒 常用來形容美人容貌名利 因為兩者長在軍秀的臉上 更加引人注目 曹直在他做的落旋腹中 形容落旋的美麗 單純外郎 好齒內顯 明謀善賴 夜舞成全 明謀好齒 好呢 就是潔白的意思 也就是我名字中的 天好意思中的好 代表著潔白 那謀呢 謀是指我們的眼珠 販子眼睛的意思 然後這個成語的意思就是 指我們形容落神 是一個美麗的女子 還有鮮明的紅唇 潔白的牙齒 水汪汪的大眼睛 以及俏麗的臉蛋 後來明謀好齒 就是從這個故事衍生出來的喔 一種很美麗的女生啊 很俏麗的女生啊 其實在杜浦有一首詩裡面有談到 她用明謀好齒來形容 當時旁代的大美女 相信大家都想到了 沒錯 就是形容楊貴妃 那大家會想要怎麼用明謀好齒這個成語呢 小琪老師來試試看造一句成語 比如說 小美好幾年不見了 如今長的婷婷玉立 明謀好齒 小朋友 你會怎麼造句呢 歡迎大家 每週三晚上八點五十分 準時收看假上學堂 如果你很喜歡我們今天介紹的內容 歡迎大家幫我們分享加按讚喔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